陆剧女王赵丽颖,林更新的古装剧《与凤行》开播后,收拾口碑,人气热度都一路狂飙,首播当晚就创下中国腾讯多项记录,成为最快破三万热度值的古装剧。 赵丽颖的古装造型闪耀全场,加上流畅精湛的打戏,与林更新二大,弥补楚桥传结局未觉得遗憾,加上她身为陆剧女王超狂的流量抗拒力,可说是此剧爆红的最大功臣。 但外界推估,《与凤行》有可能是她最后一部古偶剧,因为她已经全面开始转型,《与凤行》之前播出的二部剧《幸福到万家》,风吹半下,分别是农村与年代大女主题材。 目前的代播作品像是陈可欣的新片将袁龙,刚官宣开拍的《在人间》,都主打悬疑元素,若再加上过年已上映的第20条,全面转型的意图可说是非常明显。 录剧业内推测,对赵丽颖来说,流量和人气的增长已经不是她追逐的重点,也不再需要用古偶剧来提升自己影响力,拿奖,挑战新系录,才是她未来的事业规划。 加上林更新之前曾表示,希望跟她三搭演现代剧,而非古装剧,从以上种种来看,除非是故事,阵容特别吸引赵丽颖,短时间她恐怕不会再接古偶剧。 随着雨风行热播,赵丽颖热度直线上升,最近又被扒出和诚意的古早友谊。 两人相识于2015年拍摄《青云志》,当时的她,以凭借《花间谷》等作品作文当红小花宝座,而诚意则只是个小透明。 也正因如此,在该剧宣传期,她遭到主办方的忽视。 切蛋糕时被李仪小姐故意忽略,不给刀,是站在旁边的赵丽颖发现,马上换手,与之共用一把刀,缓解尴尬。 这个片段被扒后,大家纷纷赞叹赵丽颖的大气贴心,也为时隔多年后,两人咔位均直线上升,双双成为顶流的际遇,感到欣慰。 两人因出演《青云志》相识,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一把刀的友谊,据悉他们还曾在当时有过一个约定,但具体是什么并未透露。 不过如今的陈毅也凭借琉璃莲花楼走向古风顶流的位置,和赵丽颖真的巅峰相见了。 但愚人节这天,陈毅却被莫名卷入风波,连陈毅这两个字都会被收回。 接下来就和刀刀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吧。 陈毅自仙侠剧《琉璃爆红》后,这几年声势爆棚,去年更以探古装剧《莲花楼人气突破天际》,也成功踏出古偶舒适圈,证明自己的演技与抗拒实力。 近来他与李一同赶拍仙侠剧《狐妖小红娘王全篇》,不仅剧里率出新高度,戏外被捕捉到他一连串各种搞怪表情,反差萌超可爱,却连红是非多。 愚人节当天,尽遭倒闭前经纪公司提告,还想要回帮他取得一名诚意,网友纷纷为他出气,傻眼直呼,人红就来蹭。 六年前,他坚信公司怎么不告,诚意与李一同主演《英雄志杀亲》后,戏还没播,两人就二搭狐妖小红娘王全篇,两人陆续曝光不同时期的造型,男帅女美,从戏服到配件全都精致到不行,让网友大饱眼福。 之前剧组公开男女主个人海报,两人都美出新境界,诚意不负古装男神美名,仅穿一身肃尽白衣,仍俊美不已,李一同一身粉菊造型也美翻,孵化到精致又讲究,只看他们的个人海报就蹦出强烈CP感。 之前诚意首度曝光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的白发造型,身披黑金盔甲与白金发色形成强烈反差,脸上有不少血迹,加上现场阳光洒落,一身战损装扮帅到极致。 不少网友认为比之前更抢眼吸睛,不过诚意距离帅到不行,戏外却是彻底的反差呆萌,最近被捕捉一连串在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片长的搞怪表情,有时候像公园练功大叔般甩手,有时候对住侧侧拍人员挤眉弄眼,或是尔都嘴放空,网友直呼超可爱,怎能有人极帅气与可爱呆萌于一身,意外圈粉一波。 只是人红是非多,诚意竟意外陷入合约纠纷,遭前经纪公司星会天机提告,还想要回帮他取得一名诚意,本名,傅施奇。 该案件将于7月2日开庭审理,按尤为合同纠纷。 当年诚意在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星会天机,一直待到28岁,5年期间一直被公司安排走美黑硬汉路线,没有什么作品产出。 被耽误的大好青春,差点断送的演艺生涯,实在是令人惋惜。 据悉,当初公司为了打造人设,水煮轻在意吃几个月,为了练肌肉几个月不吃盐,还把自己晒得黑曲曲的,人受了不少苦,不说还没有曝光度。 直到2017年,欢瑞世纪和星会天机合拍了电视剧《天下长安》,诚意被欢瑞看中挖走,经济合同解除。 其实,除了诚意,还有新之类,影证都是从星会天机出走的,而且三个人的一名也是当时的老板起的。 不过,新之类在2016年,就和该公司有解约纠纷。 这些年里,该公司基本将当初的所有艺人都告了个遍,无疑都是蹭热度,公司倒闭后的垂死挣扎。 有网友辣平,当初不会理财,没钱了便卖黄金,现在金子值钱了涨价了,后悔当初卖便宜了。 只是心疼诚意,解约六七年了还来西线。 针对起诉,诚意献公司欢瑞,已发布维权声明书,表示将依法维护诚意的合法权益。 目前,诚意正在胡摇小红娘月红篇剧组拍摄,兢兢业业的打工人,可不幸被人这么欺负。 针对暗游合同纠纷,网友质疑倒闭这么多年的公司,现如今来起诉,法律失效都过了吧,讨饭都不是这么讨的。 还有粉丝猜测,原公司是想收回诚意这个一名。 这也不成问题,诚意诚意,成功需要毅力。 怪不得诚意花了这么多年才熬出头,一名收回去,让扶持其原地出道更好。 只希望这些烦心事不要影响他拍戏,也期待他的带播剧英雄志身前早日开播。 不少网友看了超讶异。 当年有人挖他都没跳槽,后来新会天机倒闭。 诚意2018年,才跟现在的经纪公司欢瑞世纪签约,而且迄今已经解约六年,真的有合约纠纷的话。 早就该提告了,哪会等到现在才起诉,网友几乎一面倒位诚意抱不平。 纷纷表示,他这前公司什么意思啊,人红才来蹭,这公司老油条了,现在红了才起诉,无妄之灾。 琪琪不怕,有我们撑腰,有我们呢,他要诚意就还他。 我们知道傅士奇是谁,而通过这次事件,也让那张粉丝圈的图有了合理的解释。 2015年9月,诚意就和前公司解约了。 那按照时间线的话,几乎一年多的时间,他是无戏可拍,没有公司可以依靠的状态,他就一个人,硬生生扛过了当年青云志播出后的网报。 网报那一年,他退出了所有的群,包括同学群,真的难以想象,那么要强的一个人,到底是在怎样绝望迷茫的地步下,才会深夜在粉丝这里,去寻求一点点坚持下去的动力啊。 青云志是邓锡斌老师推荐他去试试的,一年级的综艺是他一个人去的,后面的遭遇都是他一个人扛过来的。 难怪当时明明是青云志的男二,却连一把小小的蛋糕刀都得不到,难怪连之前的后援会都解散了,难怪哥哥会在粉丝群那么绝望地问粉丝,如果不拍戏了,还会支持哥哥吗? 也难怪一年级综艺里,袁勇怡说他总有想好的答案,经历过这样大起大落的人,谨小慎微,是早已经被他磕到了骨子里了啊。 所以诚意很感谢邓锡斌老师,他哭着感谢邓老师时候的样子,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。 哪怕是跨越了生死,这份恩情都被他好好地放在心里,深深记着。 被造谣媚粉,被造谣那么多次,他从来没出来为自己解释过哪怕一句,却一次次地因为想要保护自己的果果而站出来。 他从没说过自己有多难,从没有说过自己是在多么无助的情况下才鼓起勇气,站出来寻求坚持下去的动力。 如果不是今天前公司的一纸官司,让大家知道了当时的真实情况,这些大概永远不会被粉丝们知道吧? 他真的是,什么苦难都自己担了所有的无助与痛苦。 他从来不说,每次都是告诉果果们他没事他很好,即使自己身处黑暗,也告诉我们要去好好地拥抱生活。 真的希望那些苛刻的人,不要再怪他为什么变了那么多,怀疑他树人设,经历了那么多事,他能是现在这样,我们已经很满足了。 今小慎微,小心翼翼,很怕说错什么,所以尽可能地少说,想好了再说。 这样的富士奇,我真的好心疼啊。 你们可以不喜欢他,但请不要随意质疑他的人品。 可以不爱,但请不要伤害。 他走过的每一步,对得起观众,对得起粉丝,更对得起自己,无愧于心。